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种黄瓜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 每年一开春我都一大早就开始慌慌着要种黄瓜 因为一当天吃商店里的黄瓜和西红柿都觉得一点味也没有 所以一开春都很盼望着赶紧的去种这些东西 然后好早早吃到自己种的有口味的黄瓜和西红柿 所以说只要商店里一开始卖这个种卖苗我就开始黄家里买 一般的三月份三月中心我就开始黄家买买了以后种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头几年我就发现黄瓜好像特别的难种 我每一次种的黄瓜都死 然后呢好像就是说我每一年都要买好几批黄瓜苗 然后呢最后才能够黄瓜才能种出来 但是呢后来我就发现这些死掉的黄瓜呢 都是在三月份的时候摘下去的 因为那个时候呢气温比较低 因为有稻春寒夜里呢就是气温经常会回到四五十度 所以说那个黄瓜呢很不好摘 经常的就是前面摘后面死 就是用不了两个礼拜一批黄瓜就死光 但是呢后来我就发现就是说只要到了四月份 然后呢这个气温呢真正的变暖了 就是说夜里呢一般都是六十多度的时候 那个地温真正的热腾腾起来的时候 你种下的黄瓜呢就是磕磕的都能成活 一磕它也不死 后来呢我就发现哦原来不是说因为黄瓜不好种 而是因为这个种的时候不对 如果黄瓜种太早气温还比较凉的时候 那个黄瓜都成熟不了 但是如果那个气温升上来了你把黄瓜种上去 怎么种它都怎么活 今年呢就是所以说以后呢我都是等着四月份 我再开始增黄瓜 但是今年呢就是说三月份的时候 我去买西红柿的时候 我就看见有这个黄瓜苗出来了 而且呢是Japanese黄瓜 日本那个黄瓜品种是我最喜欢的黄瓜品种 都长得很大了 当时呢我先生就跟我说买吧买吧 你看看这都长这么大了很好 我说不行买了以后回家就得死 因为太早托儿里 他说买吧 我说不买 后来呢我就旁边有两个人 他们就把那个黄瓜 一盘黄瓜放到车里推走了 后来我就想好像就是没有经得住 就拿了也拿了一盘黄瓜拿回家种到地里边去了 你知道那两个人是在上面的托儿 上当了 拿回来以后摘下去以后 结果呢不出我所聊 我知道拿回来肯定活不成 但是我还是买回来了 买回来最后就只剩下这一颗毒苗了 就是这一颗黄瓜 就是我第一批买的三月中旬买的黄瓜 回来以后就剩下这一颗 剩下的全都死光光了 然后呢这一颗你看也是长得不怎么样 瘦瘦的 瘦瘦的好像若不经风的样子长得很不好 后来呢 所以说我以后呢下定决心 坚决不受别人诱惑 一定要等着 四月份气温真正奶和了以后才开始种 你看大家看这一批黄瓜 这些黄瓜呢都是我四月份 四月初的时候天气变暖了 真正奶和了以后我买了一盘黄瓜 这一盘黄瓜 六颗的那种一盘的 每一颗都长得旺旺的 你看都快好像都快结果了 都已经开始开花了一样 就是说好像你只要气温到了 你怎么种这个黄瓜 它都好像它也不死 一颗它都不死 而且呢气温内 我除了就是买了这一盘黄瓜种了以后 我还在地里 你看我发了一些苗 就是四月初的时候 就是买了一些种子 你看这些黄瓜种子也都是磕磕的都 都起来都长得旺旺的 所以说呢就是说 我就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种黄瓜呢 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跟我一样 也有这种经验 说种黄瓜特别难种不好种 其实不是这样子 就是因为你种的太早了 如果说气温比较低的时候 你种下的黄瓜 大多数是不能成活的 所以说一定要耐住性子 看得住诱惑 等着天气暖和了 然后呢 这个时候在湾区一般 就是说四月份 夜里温度也都六十来度左右的时候 你就可以种黄瓜了 这个时候种下的黄瓜 你看磕磕都活都不死 你种下的种子呢 也很容易就很快的 两个礼拜都参成这样子 所以说你看都长得 现在都长得很好了 这是种子发的 你看种子发的也都长得很大 对对 对 这些种子发出来的 这些黄瓜苗呢 就是说 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一开始的时候 它幼苗的时候呢 比较容易被虫咬 就是说那个时候 那个黄瓜苗特别论 那个时候你就需要把它 用我们前面讲过的那种办法呢 把它扣起来 就是说我们以前有一个视频 就是说 怎样防止幼苗被咬 就是用这种塑料瓶把它扣下来 那只要是这些小幼苗呢 就是说你扣住以后 然后长大了以后呢 就是说 它就不怕咬了 像所有的瓜苗 还有什么苗呢 就是长的这种程度 它从它都不 它也没有能力再去咬它了 所以说你就不怕的 也都不需要再扣了 只有当它特别小 刚出苗的时候 那个幼苗的时候 论论的虫子很喜欢吃 所以你需要 需要盖起来 那一长得这么大 就不需要再盖了 所以说现在我们就 没有不需要再盖了 因为它的这个 长这么大以后 它的树干 它的干就有 就有buck了 就有那个刺 所以那个刺呢 那些虫子 可能咬不动了 可能吃了不舒服 吃嘴 好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帮忙点赞和转发 谢谢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